选品上架 然后给你们讲发货 后面讲活动和广告的部分 春节放假的时间 蓝色标注 蓝色标注的是我们的放假时间 从11号到17号 这个是百度搜出来的界面 那我们11号到17号的时间 7天休息对不对 大年30到正月初六 这个期间的7天的订单 你可以不去发 但是的话 我们到1月16号开始 DTS会有个转变 8个站 8个站点 虾皮做的8个站点 DTS都会变成3天 那变成3天代表着什么 我们多了一天 就是相当于是呼吸的时间 什么意思 就是以前都是很多站点 其实都是2天 就是台湾是3天 巴西是3天 其他站点都2天 相当于是2天内 你就得把货 从供应商那边到你的手上 然后要把这个备货的事情解决掉 你能做到吗 其实很难 对不对 很多同学就反馈 就出现很难的事情 就很困难这个事情 所以话虾皮也考虑到我们 就是很人性化 因为会听我们卖家的需求 就把这个时间改成了3天 但是改的这个时间 我这边我要写一下 我怕你们到时候拿截图 截这些PPT 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改的 是2021年1月16号 才会改成3天 就是在2021年 2021年1月16号以前 都还是我们一样的 DTS是两天的时间 所以的话你们不要 以这个 我跟你们讲的过年的这个事情 去去讲现在的事情 现在还没有生效 好吧 现在这个DTS是3天 还没有生效 到1月16号以后 但是这个2月2月份的事情 肯定已经在1月16号以后了 就会变成3天 所以的话呢 我们等我们放完假以后啊 放完假初六回到公司上班 或者说你开始你恢复你的工作 你在这三天你要做好备货 相当于是什么 你可能在之前就已经把你的这个单子 采购订单下下去了是吧 然后在20号之前 这个货得到你的仓库 或者说到货带那边 然后这边货带 他会帮你打包发货嘛 那所以的话呢 在22号我们DTS 延迟发货是DTS加2 对不对 DTS是加2 没有同学有疑问的吧 没有同学有疑问的啊 DTS是加2 所以的话一天两天 在22号的时候是会延迟发货 那再到24号就会自动取消了 就所以说所以说在过年期间 订单最晚最晚在什么时间被扫描 在24号 就你中间这个时间 我不去跟你纠结 就是24号 请你一定要被我们的虾皮 中转仓扫描 如果你没有扫的话 25号早上8点钟 不好意思 你这个过年期间 就算你接了再多的单子 也会一起都干掉它 就都会取消掉 明白吗 所以的话呢 最晚的发货时间 就是24号必须要去扫描啊 不是说24号才发货 是已经要被虾皮的中转仓扫描 那在这个扫描的部分 我们也会说到 知道那个手工里发货 现在有改变 对不对 那手工里发货 如果说是你是24号的时候 时间就已经去把这个手工里的 这个之前就已经去进行上传了的话 那其实已经是算是算算做扫描了 明白吗 就现在手工里的这个改改动 其实非常非常好的 也是非常人性化的 这个的话 我只是跟你们讲一个 就是扫描的时间 无论你是真的是手工里发货了 还是说是你真的是拿到货带 给你送到虾皮仓库去进行扫描了 只要是24号 一定要进行这个 你的那个带所有的带发货的订单 在过年期间出的订单 都要带发货的订单 必须都要变成什么 都要变成我们的运送中的订单 运送中的订单 就是已经扫描过的订单 好的 有同学说可以做预售吗 可以做预售 但请你的比例不要超的太高 5%左右就好了 好吧 你如果说是整个店铺的预售比例太高 你整个店铺的权重也会很差 然后这边注意是什么 为了避免无法扫描 请一定要发到指定的仓库 面单发货地址 后缀带EC的 可以发上海和泉州义乌 如果后缀不带EC的 只可以发深圳 自己去 你都 无论你用不用货带 你都是可以看得到自己面单的 自己知道怎么看的 不知道怎么看的同学的话 加了我右下角的微信 我教你怎么看 好吧 你这边的话后缀发货地址 后缀带EC的可以发上海泉州义乌 后缀不带EC的只能发深圳 之前有同学问过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老师 我后缀没有带EC 但是打客服电话那边 说是我是可以发上海泉州义乌的 请你就以客服跟你发的回复为准 就如果说你还是不知道发哪里 不要怕 你直接打电话去问到客服 就是你把你的公司ID给到他 你把你的店铺ID 就公司的名称 然后店铺ID给到他 然后他会帮你查你这个真的应该发哪个仓 好吗 就虾皮的这个客服还是相当专业的 好吗 现在不是转仓 转仓自由了吧 对啊 现在是转仓自由 但有些同学 他可能就是还是比较新 就是没有 就根本就不会看 就也不会去设 就设置完一次后台以后 就忘记自己设置的是哪里了 就是可能会发错地址 自己注意了啊 然后关于到活动报名 我们讲完了发货的问题 发货的问题还有同学有问题吗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 这张图可以去截图啊 但是这个绿色的地方 我跟你讲的是 1月16号才会开始成 DTS是三天 自己注意啊 不要说是现在就是DTS是三天 现在DTS还是两天 这个的这一屏 不知道过几过年的时候 怎么发货的同学 截个图好吧 我们先说 这个绿色的东西